讲到健康达人 这个就很厉害了 艾伦帮之君解决了 非常严重的失眠的问题 你来告诉大家 要补充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有一些东西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在 以前我当空服员 在美国那个时候 很流行一种东西 叫做退黑激素 是一年前很流行退黑激素 对 它很安全 就代表它是在一般的 supermarket或drug store 都可以买得到 就是一般我不需要医生 处方签 我都买得到的很安全东西 所以它不是药物 可是这时候我就要讲了 谁 很多人就想说 那我就是不要 推一颗一颗的 我会怕那个退黑激素 那我可能有别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其实后来有一些 他们专家研究 发现一种东西 叫做酸樱桃 酸樱桃里面的 退黑激素非常高 那是怎么找到的 以前一些 这种所谓的美容专家 在找酸樱桃的时候发现 它可以让皮肤白 亮丽很好 后来发现 它里面的酸樱桃很高 如果你比较容易 就是说不好睡的人 睡眠会被那种所谓的限制 你没办法很快入睡的人 其实你可以在睡前 喝酸樱桃汁 吃酸樱桃 可是问题就来了 请大家尝尝前面的酸樱桃 吃吃看酸樱桃 它酸樱桃跟一般 我们买到的樱桃不太一样 我以为就一般樱桃 一般樱桃跟酸樱桃的品种 又不太一样 酸樱桃它会比较酸 稍微色一点点 那个皮会比较色一点 对 这个还算很不错 所以你知道有些人说 那我也愿意吃酸樱桃 让我好睡 问题是有些人第一个 买不到 因为品种很多 第二个 它没办法接受那个酸度 所以其实如果酸樱桃 它能够被萃取 十公斤的这个酸樱桃 萃取成一公斤 平均放在我们人体需要的一个 平均值里面来说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快入睡 所以酸樱桃有这个好处 十公斤要吃到民国纪 要吃到很多 十公斤 吃到牙齿的法郎 脂肪都变酸了 所以它有一个变色 所以说它如果能够被萃取 然后能够被提炼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方便的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东西 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可以很稳定的 那个东西叫西翻莲 西翻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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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什么叫西翻莲吗 没听过 就百香果嘛 我以前是采百香果的高手 采来后就 好好吃喔 它叫西翻莲喔 对 因为它原本是来自于澳洲跟巴西 所以它有一个翻译名称叫西翻莲 可是你知道吗 一般来说我们说 我们吃百香果很好很好 其实它真正能够稳定我们神经的东西 不在于它的果肉跟籽汁 而是在于它的叶子跟它的藤 什么 叶子跟藤 去哪里吧 对 还去哪里 这么大一包 就我要吃叶子跟藤 对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欧美 跟包含澳洲他们的研究发现 还有他们很多这种顺势疗法 跟自然疗法的这个医生研究发现说 它的叶子跟藤里面的镇定效果很好 所以你知道吗 对于一些人他说 第一个我没办法快速入睡 我用这个酸樱桃 第二个我睡了之后 没办法稳定沉睡 其实靠的是它西翻莲 就是百香果的叶子跟藤 这个我们也要吃不到了吧 对 吃不到了 你也不用十公里吧 吃得到也没人要吃 怎么咬下去 对 那还有一个东西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最近大家都说 我们要吃香蕉会好睡 对 你不要跟我讲吃香蕉皮 香蕉皮是酸酸多 可是我要问医生了 我讲一句坦白话 很多人会不会讲说 睡前吃香蕉容易脏气 对 也会有 好 问题来了 香蕉会好睡 我睡前要吃吗 有些人体质真的就会 就不行了 那其实香蕉里面的酸 虽然它的B群B肉很多 它在于我们这个 睡觉的帮助来说 在于哪里呢 稳定情绪 就像刚刚资军 好不容易睡着 要被吵醒 情绪很差 那像我们之前的 那种工作压力 不管是高空的工作压力 还是一般的生活压力 我们情绪根本不稳定 没办法睡觉 所以可以减缓焦虑 对 所以其实如果您平常 补充这些血果 而且补充的对 你其实睡得好 稳定性就高了 这个部分 陈医师 真的可以帮助睡眠 不同的颜色的 一个蔬果里面 我们知道每天 要吃的五蔬果里面 也希望彩虹饮食 所以不同的颜色 跟我们的分量 吃得好的情况之下 其实可以协助我们 摄取到我们身体 可能缺乏的一些维生素 然后最重要 不是只有维生素而已 而是说它里面 还有一些像 刚才讲到香蕉的色胺酸 可以协助我们 情绪上面的一个稳定 酶或者是钙 这个部分 让我们整个可以放松 对 然后让我们的整个肌肉 也可以整个做个休息的一个动作 那最主要的一个水果 这个部分呢 是它有一些抗氧化的部分 所以你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需要做一些抗氧化 去做一个消除疲惫的时候 这些上面一些抗氧化的成分 都可以协助你 是 抗氧化这点很重要 抗氧化还比较不老 对 看起来年轻的对 讲到这个我眼睛就为之一亮了 你会看到睡眠不好的人 明明年纪轻轻的 那个小细纹 好的 真的 然后呢 化烟熏妆 对 然后呢 口臭 是 就觉得你都不敢靠近它 幸好资君现在已经 改善很多 改善很多对不对 其实我之前在那个大卖场逛的时候 就有听过那个销售人员 卖樱桃汁的销售人员说 樱桃汁喝一喝可以帮助睡眠 可是我那时候还半信半疑 我一直到认识艾伦老师 她说天然的这个 酸樱桃的萃取物 是可以改善睡眠 那我本来以为要吃 真的像她讲的要吃10公斤 后来才知道 那个 我心里想要我吃10公斤不肥死 也要被那个贵死 很贵嘛 对不对 也会被撑死 那后来那个艾伦老师就介绍我 吃的是萃取物 那试的期间 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半信半疑 我就自己上网去查了一下 结果有一则报导跟大家分享 这则报导是那个 美国预防杂志的最新报导 它说喝樱桃汁 能够提高人体体内的退黑素水平 帮助我们就是可以快速的进入梦乡 可以早点睡 然后英国的一些大学的研究人员也说 他说我们吃这个 就喝这个樱桃汁 可以让人提升睡眠品质 然后也可以延长你的睡眠的时间 所以不是我们自己讲讲而已 这是有根据的 我这段时间我在侦测睡眠的时候 其实我就用这个侦测手腕来侦测 我每一天的睡眠 你知道吗 压力超大 因为这是没有办法作弊的 你每天浅眠多久 然后深层多久 睡得多深有多久 然后醒来多久 它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那我是从一开始的那个 睡不好的时候先侦测 侦测大概三天 我才开始吃那个酸樱桃萃取物 然后继续侦测 然后我先让大家看一下 我一开始的睡眠 只有58 不及格 而且你知道我睡六个多小时 我只有58分的生成 你可能起来还觉得累 对 所以我每天就去找我医生说 为什么我怎么睡都是昏昏都觉得累 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后来呢 来 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吃了 酸樱桃萃取物这阵子 效果很好 你看 效果很好 我跟妳講87分 还不是我的最高分 妳看我 深层睡眠也变多了 我才睡七个多小时 就比刚刚之前六个多小时 多一个小时 可是我深层睡眠多那么多 以及一个小时又32分 是 其实如果我 妳看有一个黄色的有没有 这黄色就是代表 妳中间有醒来过 醒来23分 是喔 对 我如果不要醒来 其实我分数可能可以更高 我可以睡眠品质更好 那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是一个妈妈 就像阿二姐跟我讲 对 小孩妳就要醒过来 到早上 那个工作人员说 为什么每次妳到七点多 都会醒来 小朋友上课 小朋友上课 对 妳一定会醒来 可是我发现 有一个好处 吃了那个酸樱桃萃取物的好处是 我以前只要早上一倍吵醒 我告诉妳 我没有办法再睡回笼觉 我躺着 就算我早上不用工作 我躺三个小时 我都还是睡不着 那个会越睡越累 可是你知道吗 我吃了酸樱桃萃取物之后 我起来23分之后 我小孩子上学了 我回来马上又可以马上睡着 然后睡着之后 竟然还有这种深紫色就是 深層睡眠 还能再进入深層睡眠 然后醒来隔天的精神就很好 你虽然才睡七个小时 可是那感觉自己 好像睡了十个小时 我觉得它不是马上的改善 可是它是循序渐进的慢慢改善 因为这个侦测是说不了谎的 没有办法的时候自己调 是没有办法的 是 所以大家可以 如果像我这种体质 你没有办法吃安眠药的人 像我吃安眠药会有副作用的人 那我觉得是是天然的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 一天吃到十公斤的酸樱桃 我觉得就可以直接 没有人有办法可以吗 没有人能够这样 吃算十公斤体重在我身上 我会想哭 对 而且胃也会受不了 ス除了 我 你